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紫棋的健康生活 我是紫棋 還沒訂閱按讚分享留言的朋友 趕快先去按讚留言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我們夏天最需要的主題 就是減脂 那其實紫棋在2月到3月這段期間 因為3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拍攝 所以我就進行了一個月的減脂計畫 那成效也非常的不錯 所以現在呢 那就要用我親身換來的寶貴的經驗 要來跟大家分享減脂的重點 以及我們在這當中需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一些 第一個呢要來介紹的就是 一般上班族跟運動員的減脂上的差別 那運動員呢其實在於時間的管理上面 以及他時間的彈性 他有非常多的時間去訓練 但是上班族他的訓練時間 其實通常都是只有一整天 那麼上班前那 起來很累還要去運動 或者是下班之後吃晚飯 還要再努力衝的那一段時間 所以運動員呢 在時間上他會有非常多的時間去做訓練 甚至是超負荷 然後他的熱量輸出會非常大 那上班族他的使用的時間就會比較少 然後再來運動員對於增肌減脂 以及減脂維持肌肉量 對肌肉量的訴求要維持是非常大的 那一般上班族減脂跟減脂維 他們主要目標就好了 因為蛋白質的攝取了 不需要像進動員一樣 就需要到這麼遠的 那碳水量呢 其實可以幅度上調比較多點 這樣子對於上班的體能維持上來說 也是比較OK的喔 所以上班族在減脂的 你們可以一次先選擇一種來執行 是要先控制你的熱量 還是先控制你的碳水攝取量 或者是說先維持來培養這個運動的習慣 都是OK的 不要一次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熱量赤字什麼什麼?赤道嗎?還是什麼? whatever 我不知道 那其實熱量赤字呢 就是當你身體攝取的熱量 低於你身體所需的熱量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創造一個熱量的缺口 然後你身體就會想說 哇 那我要燃燒哪裡? OK 首先呢 就是先燃燒甘糖 好 再來就是我們最想要 最想要減的地方 就是脂肪 那如果長期下來也會減到肌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節目期 需要特別去注意的 那其實我們每天算的這個熱量赤字呢 是因人而異 依照你的基礎代謝 加上你每天會做的運動所需要燃燒的熱量 這樣子A加B才會等於你的TDEP 那所以呢 要以創造這個熱量赤字 這樣子你的身體就會開始燃燒我的脂肪 了解大方向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要來制定計劃 通常呢 我會建議你可以以三週到一個月 為一個短短的週期 一開始我建議大家不要一下就想要把你的總熱量掐到剩一半 這樣子其實給自己壓力非常大 而且身體會有所反彈 這樣子會造成 你好 欸 這段期間完成了 但是當你減脂期之後 你又會開始爆腹性的體質 又會開始腹胖 像669一樣 就是又變瘦又變胖又變瘦又變胖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可以 緩慢的漸進式的去進行 所以以三週到一個禮拜為一個期限 比如說我現在體脂25% 我想要減到15% 呃沒有太低了啦 其實15%太低了 25%要減到18% 三週到一個月 可以先減個2%到3% 你覺得身體OK的時候 你覺得 嗯 這個是我身體很舒服的狀態 你再繼續進行慢慢的減脂減下去 所以呢 能夠長久執行的計劃才是好的計劃 其實在減脂的初級 我覺得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控制碳水的攝取 當你長久以來控制碳水的攝取之後 其實你的身體對於這個能量會說 很渴望的需求就是 哇 我好想吃碳水 好想吃碳水 或者是我對於某個營養素的攝取 是不夠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身體就會有一個這個訊號給你 但是其實一般上班族 甚至是一般人 又對於有時候身體的反應 其實不是那麼的努力 像比賽型選手 他們可能為了要達到那個目標 有時候會不理會這個身體 對於他的一個反應 或者是上班族 像是我以前 我可能吃什麼東西我會破名 但是我自己根本不知道 身體已經跟我說 啊 好癢了不要再吃 但是我還是一直喝 一直還是一直吃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更需要的就是 聆聽身體給你的反應 他比如說像是碳水 像是我減脂到第三個禮拜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身體對於碳水的攝取 是很渴求的 或你的身體對於某項東西 一直很渴求 但是你不給它的話 它甚至會讓你 屬於一個停滯期或瓶頸期 這個時候你可以稍稍的增加 對於這個需求量的攝取 比如說我在這天 或是某一餐我增加對於碳水的攝取 其實對於身體 都會是有一個非常好的幫助 他就不會覺得說 欸 我好像一直處於一個 很飢渴的狀態 所以他就會處於一個安穩期 因為我這一次拍攝呢 是算是一個很密之高強度的訓練吧 因為我要在一個月內瘦到4公斤 但是我又不想要掉肌肉 我之前要截止 所以我把所有方法 我所知道我以前所試過的方法 全部都濃縮在一起 第一個就是斷食 168或者是204斷食 第二個就是控制熱量 製造熱量赤字 第三個就是控制碳水的攝取 我真的是螞蟻人 我超愛吃 比如說小柯伊布朗尼啊 或者是焦糖布來吧 現在想到說很想吃 所以這個呢 也是我一個在執行當中 非常大的進展 然後再一個就是 我維持我的重訓 但是我增加有氧 我每天幾乎每天都跑有氧 所以以上這幾個方法 就是我所執行的 那接下來下一段影片 就會整整的紀錄 跟大家完整的分享說 我在這段期間的過程 那後面的這段紀錄影片呢 因為是一個月的一個 剪止紀錄片 所以呢 會分成上下兩集給大家 那這當中我會配上我的介紹 希望這一集節目 對大家有幫助 對於剪止 又有更多的一些知識上的了解 那如果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如果任何想要了解剪止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喔對了 跟大家宣傳一下 5月29號呢 子綺會開一個剪止的分享會 教大家就是更詳細 更精確的這個關於剪止的這個秘訣 還有教大家居家台地帶訓練 以及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自己是怎麼吃的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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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